我們也知道這幾天 特別是中共舉行第19次的他們的代表大會 我們也知道中國大陸 他已經有關我們兩岸的政策 他也提出了一些主張 我們政府在過去是一旬1992年 當時經過雙方換文的結果 達成了一個基本的共識 這個共識的原文是35個字 我把這35個字一字不漏給跟大家說明 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但是對於它的含義 雙方同意用口頭聲明方式各自表述 這35個字就是原知原味的這個九二公式 那也因為有這個九二公式 他們中國大陸才在民國97年 把間斷了八九年的 中間有一點波折的 陳水扁前總統 甚至於更早的李登輝前總統 有一些 同九二共識有若干波折的這個狀況 而沒有讓兩會 就是海基海協兩會 正常的溝通跟交流 所以從民國97年5月20號 馬英九總統就任之後 兩岸就是在剛才我所提到的那35個字 彰顯了一週各表的九二共識 在這個基礎上 雙方就進行了和平穩定發展的交流 所以各位可能也曉得 在民國99年6月29日 兩岸簽署的第一個最重要的協議 就是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俗稱ECFA 之後總共有了23個協議 因為有這些協議 所以台灣海峽就成為一個和平之海 所以有這個一週各表的九二共識 一方面是確保了中華民國的主權跟尊嚴 一方面也共同確認海峽兩岸 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這個原則不會表成兩個中國 不會表成一中一台 也不會表成台灣獨立 所以這個基本的一週各表的九二共識 是維繫兩岸和平穩定發展 非常重要的歷史事實 這個不是任何一方可以把它抹滅 或者把它剪掉 剖光剪掉 這些都違背了1992年所達成的 那35個字的這種一中各表的共識法 我覺得這是我們非常重要的 維繫兩岸和平穩定發展的基礎 我們要看一看 所以我們要看一看 我們要看一看 我們要看一看 好看 我們要看一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